这是我见过的最小的投影仪了 需要配合苹果4s 开机 开机先给你来个VR com 播放视频 在我哭泣的时候 又是你的问候 带给我是感动 在我哭泣的时候 是那你女儿吗? 她是漂亮 不妙 不妙不妙 投影前面距离为3米 画面对角线为2米 大概是79寸 非常有意思的小投影仪 拆解之前 先看一下结构 底部是数据线接口 投影镜头 左侧 对焦拨钮 右侧 模式按键 再往下开关 充电口 还有一个充电宝功能 启动按键 DLP 微投影显示技术 底部的英文意思是 这东西使用时温度会很高 别烫着 背部一颗螺丝 首先一条排线 连接尾双 断开排线 断开镜头 上层主板 特威的视频解码芯片 TW8816 DLP DPP 2607 微处理器 海力士的存储芯片 存储它的固件信息 下层副板 单块 锂电池 6.85瓦时 容量应该是1850 3.7V 最后是投影镜头 DLP镜头 首先是排线 上面有一颗望红的存储器 下面应该是拨片组 镜头 拨片组 对焦旋钮呢 带动偏心轮 可以调整镜头的位置 这边呢 是它的光源 有两组 两颗聚光镜 这个点亮以后呢 可以看到上面发出红色和蓝色的光 下面这颗呢 发出绿色的光 这个里面呢 并没有色轮 而是有两张带有颜色的透镜 再经过阵列透镜 反射镜 给DMD芯片 下面的透镜 看一下DMD芯片 就是一组小镜子 经过数字处理的影像信号呢 给这个DMD数字微镜原件 上面根据分辨率呢 有上百万个镜片 通过静电偏离来切换引导光线 控制每个镜片的角度 每秒可切换上万次 快速的反射光源产生的红蓝绿光线 再经过影像镜头 形成我们看到的彩色画面 好 就这么结束吧